打开小程序的项目里面的 Create这个一面的试图 在它的正文这个试图里面 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 图片上传的试图 在这组Cells里面 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Cell 它里面的东西主要就是 选择图片用的那个按钮 还有显示用户选择的图片 Cell里面是CellBD 就是CellBody 它里面是一个Uploader 这个Uploader里面又分成了 Header还有Body 我们先去添加一个Uploader HD 这里可以显示一个 能够上传的图片的数量 还有已经选择的图片的数量 放在一个Uploader Info里面 选择的图片的数量 我们可以使用 Images Length来表示 一会儿我们会在 页面的逻辑文件里面 去把用户选择的那个图片 放在页面的Images 这个数据里面 这样的话这里面的 Images Length的值 就是用户所选择的 那个图片的数量 我们先让用户只能够选择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会作为文章的特色图片 跟Header同一级别的是一个 Uploader BD 就是Uploader Body 它里面又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Uploader Files 这里可以去显示 用户选择的图像 还有一个是 Uploader Input Box 这里面可以放一个 选择文件用的那个按钮 在这个Uploader Files里面 我们可以用一个Block 上面加上WX4 循环一下 Image上的Images这个数据 就是用户选择的图片 WXK设置成 信号This Block里面是一个View 上面加上Uploader File 它里面再包装一个 Image组件 这个组件上面要加上一个 Uploader IMG这个类 S2C是图片的地址 我们可以给它绑定一个 Item 循环Images这个数据的时候 单独的某一个项目的名字 就叫做Item 把图像的Mode 设置成AspecField 图片的下面 可以去放一个进度条 它会显示当前的这个图片的 一个上传的进度 用一个Progress这个组件 Percent 这个属性的值 就是进度条表示的那个进度 给它绑定一个Progress 方口号Index 这个Index表示的就是 图片的一个索引号 在上传图片的时候 我们会去设置对应的 索引值的这个Progress里面的数据 这样的话这里面显示的就是 当前的图片上传的一个进度 使用这种方法就是为了 可以同时显示多个图片的 上传的进度 这个Uploader Input Box里面 我们可以去再放一个 选择图片用的按钮 可以去用一个View 加上Uploader Input 现在这个创作页面上 正文的下面呢 就会显示一个选择图片用的按钮 不过呢 在现在还不能选择图片 这个正文字段的高度 我们可以再去调整一下 回到这个页面的视图 找到这个正文字段 可以直接用一个Style属性 去设置一下它的高度 可以先把它设置成 6EA 我现在为了处理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取标蜜 成为一个数据也 你怎么办 的时候 你怎么写的 我需要 你怎么写的 你怎么写的 你怎么写的